明天 您下周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以及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 以及更深度的访谈 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谈一下 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最争议的话题 我觉得有时候蓝绿 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要去统一独立 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 已经吵得非常的多 可是他大概都有一些比较对立性的 或是相对性的支持者 可是在台湾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死刑存费的问题 他只要一谈起来 就很容易引起群情激愤了 所以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可能都会 在台湾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支持死刑持续的在执行的 那前一阵子发生了台南的杀警案 搞出了乌龙嫌犯的事件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当然觉得说 这个议题可能包括预政的问题 包括警察安全的问题 包括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都是应该要持续追究的这种面向 可是在社会里面 其实反而会特别的关注 就是因为又是死刑 没有这样的一个 死刑还是没有废除 所以他就是会觉得说 这也是导致这个犯罪 这么所谓的残忍杀人的事件 会再次出现的原因 那当然Face联盟 就会成为在这个事件 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 一个重要被关心的角色 除了一般的民众 对于这些Face联盟 有不同意见之外 资深主播张亚勤 亚勤姐其实也在他的报导 跟他的脸书上面 对Face联盟有了一些的指教 跟有了一些批评 那我们今天重点不要谈 不是要谈这些批评 我们要谈到一个 从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每次都是要 Face联盟出来面对 那Face联盟为什么要出来面对呢 或者是说 作为一个Face联盟的执行长 林欣宜 他自己为什么要投入到 废除死刑的运动 然后他怎么去面对 这些各式各样的攻击 他的心脏有这么强吗 他的EQ有这么高吗 那他怎么去看待这些攻击 这些攻击跟批评 难道都不合理吗 那这也是一种社会民意的表现 社会民意的展现 他又要怎么去面对呢 现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哇 Face联盟的执行长 林欣宜 欣宜你好 大家好 对我特别用 哇就是 又是一个正义性的人物 最近很辛苦 就面对很多社会上面不同意见 对那当然也是跟这个 杀琴案是有关 那杀琴案从这个媒体的报道 从我们传媒学者的角度来讲 他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 侦查不公开的这件事情 这我们觉得非常的离谱 那最近其实在杀琴案之后 还是有遇到这种可能是有 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报道或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 那另外当然就是这个杀琴 雅琴姐就我们资深的前辈 他在年代新闻上面的一些发言 对于他的报道上面 可能对于一些对Face联盟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友善的 或者是有很多的问题 是直接的归咎在你们的身上 可以请欣宜一开始来稍微 让我们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这个杀琴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也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怎么了 那到底跟Face联盟有什么关系 那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说实在杀琴案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大概跟全台湾人都一样 就是看着媒体的报道 然后也很揪心 然后也很担心 那可是那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相信那个管老师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正在发生的案件 进行中的案件 那Face联盟我们是没有什么立场发表言论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清楚 然后并不是媒体记者来找你 我们就可以发言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 我们并不比任何人更了解状况 那当然Face联盟我们很清楚 我们就是一个支持废除实行的团体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也很困惑 就是会有一些媒体记者来问我说 要不要发表意见 那那时候我就说我没有要发表意见 那就是等着 就是看希望说可以尽快的找到真雄这样子 那可是后来我觉得比较 我们Face联盟或者是说 王幸福救援大队 想要回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开始就是有人把那个杀紧 死刑犯当中杀紧的这个案件拿出来谈 那尤其是把王幸福拿出来谈 那那时候我们才在想说 要不要回应 所以那时候有媒体记者来问我 那我就说 进行中案件没办法回应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谈王幸福的话 那我们愿意谈谈王幸福 所以后来有一天下午 我就真的就是后来安排了 就是让我们的理事长张宣芬 就是想要跟大家好好地谈王幸福案 那可是很可惜的 就是那一天虽然有接受采访 可是后来三立媒体 他也没有把涓芬的这个谈话的内容 可能把它做进新闻里面 事实上有很短 就是一两句话两三句话 可是整体的这个报道 就是用我们的素材 然后可是却都采取的是 那个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对王幸福很不公平 因为我觉得在全台湾 这么生气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很担心王幸福 会被拿来当做一个替罪羔羊 可是管老师 你自己也做过 好几集王幸福的案件 你知道它是一个有问题的案件 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忧 所以那一天我就跟同事商量 我们就把涓芬 在那个媒体受访的这个发言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旁边 那所以我有策入了 所有的诊断的发言 所以我们就把涓芬的发言 就是做了一个全文的整理 然后就放在王幸福救援大队上 那当然Face联盟 作为王幸福救援大队的一个主要的团体 的确是我们最早投入救援 那现在当然已经有超过10个的团体 那我们当然会转发这个新闻 所以我们就转发了 那大概是某种程度 是我们第一次发言 但是说实在也不是针对杀警案发言 那后来张主播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在他的脸书上发言 然后也就是问我们 然后也一样的就是用假的讯息 然后来说 这好像我们有一个剧本 然后要用王幸福的模式 然后帮这位凶贤脱罪或如何 可是完全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同时他是在一个电视媒体 他的节目上面就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担忧 那所以考量了一下之后 我们才决定说我们应该要发表一个声明 但是我们的声明 后来我们想了很久 我们就决定说 好像这一阵子以来 的确有一些媒体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怪现象 就是我自己觉得媒体没有担负其他的责任 就是说他作为第四权 他应该要好好的报道 然后让这个社会可以好好的做一个讨论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声明的内容 我们就讲说不要制造替罪羔羊 然后不要制造假新闻 然后我们也呼吁就是大家对那个 媒体就是做出对社会有帮助的报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跟我的同事们 我们都接了很多媒体的电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接受采访 我们还蛮认真 就是有些媒体愿意跟我们谈的话 我们还蛮认真的跟他们讨论说 有没有什么好 什么样的角度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甚至也会建议说 比如说可能找合适的团体 比如说跟警察改革有关的团体 跟预政改革有关的团体 就是说可能可以 与其来问我们不如去问一些真的 跟直接相关的团体 对而且他们有专业 就是据我来说我可能可以理解 或者我可以谈一点点 但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是很愿意跟媒体做一个讨论 那可是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如我们的想象 然后亚晴姐张亚晴主播 她好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非常生气 那后来我针对她在脸书上面 再对我们的质疑 我就再好好的回复她 因为她的质疑事实上 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回复 那我就回复她 但是她好像又更神奇 然后后来就一再的想要 比如说她就说 因为说实在我并没有认真的 follow她的相关的讯息 因为对我来讲这真的不是重点 那但是就有人讲说 她可能要跟我们下站帖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上她的节目去谈 那我知道她的制作团队也有打电话给我 那我自己觉得她也很可怜 因为应该是被要求 被要求来找我 那我就问她说 你觉得我会去上节目吗 那你觉得我有可能在亚晴姐的节目上面 好好的谈吗 那我会有机会好好的把事情讲完吗 那讲完了之后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好好的讲 那真的可以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 就是有比较好的讨论吗 对社会有帮助的讨论吗 那她自己也就是回答不出来 那我就说当然 看样子答案都是否定的 所以我就拒绝了 那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一波就是的确看到了很多媒体的现象 那我也觉得就是说 过去我们当然关心媒体改革 那可是好像没有办法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们这一次就是真的很希望 那个的声明跟后来的 很多人就讲说你们为什么就只针对媒体 那我们为什么不骂谁骂谁 那我的意思说费死联盟 我们在费除死刑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该做的监督 然后我们该发表的言论 事实上我们都一直在做 那只是在这个当下 如果我们跳出来谈死刑存废的问题的话 我自己才是觉得说 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也会把所有的风向带偏了 所以我那时候才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对 OK 从我的角度 我当然就不会直接连接到实刑存废 因为目前当在台湾的实刑 虽然可能这两年不是这么的勤快的去执行 但它的确还是存在的这样一种心则跟刑法 那我一直从我的角度 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记者 我当然去追那个正常不公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这个其实也很难追 因为追的时候可能也会追到自己的统业 或是追到一些社会的媒体跟警察的关系 它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好处理 那当然去回应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是来自于费死联盟的主动 因为从费死联盟的角度来讲 就是它也不是直接连接到死不死 或是费不费死的这个问题上面 可是你们在处在一种所谓的被动的这种状况 可是有趣的是 就算你们不想要主动发言 别人还会主动的找你 这主动的找你包括这个报导 就会跑来记得可能就要问你的意见 这问你的意见 也不是问跟刑案 或者是这些冤狱有关的意见 他可能直接就是问死刑等等的部分 那当然不只是如此 可能包括很多的民众也会直接要求 废齿联盟出来面对 就是你们常常被要求出来面对 那你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种面对 怎么要去面对这种社会要求 你出来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意见跟想法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还想要再多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我前几天看脸书 就是脸书会有回顾 我在发现就是10年前2012年的时候 也有发生过 那时候我们正在救援的郑幸泽 那郑幸泽现在当然是冤雨平反了 可是那时候还有一个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 那时候也是用2100全民开讲 就是所有的名嘴就在2100上面全部乱讲 就是给了假讯息假消息 他们根本可能都不了解这个案件 可是那时候就针对正信责案做了一个攻击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好好的整理 相关的内容 就是为正信责案去做一个回应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说这样的事情是一再的发生 就对我来讲 我觉得媒体他们可能想要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现在讲说流量 或是要有收视率 那我当然可以理解 那我也觉得媒体可能不信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说觉得王幸福 可能他还不觉得王幸福是冤案 或者还不觉得正信责是冤案 我也可以理解 可是我都会觉得说 那你至少要提供正确的真实的讯息 而不是制作 那如果说连媒体都不能够提供正确的讯息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想要补充就是因为前几天刚好看到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可能以后也会继续的发生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媒体的现况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想再帮那个我刚才讲的三立的那个报导 再讲一两句话是说实在那天来的是一个摄影记者 那那个摄影记者他很认真 然后他结束之后他还问了很多的问题 而且拿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从他的疑问提问来讲 我觉得他是理解的 或至少是产生了疑惑 可是后来的那个媒体的报导 他大概就是有三个记者 那他是最后一个 可是我会觉得他 我觉得他 要是我是他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委屈 是说那则报导可能主要不是以他的角度 或他拍摄的东西 可是他可能却要在同一个 那个报导上面被列明 好那我先补充完这个 那你想说我们如何面对 就是说好像每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全台湾社会就希望我们出来面对 那我说实在来的我也没有很意外 就是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就只能好好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对话 可是那个对话的媒介 大概真的不是我们主流的媒体 有机会让我们做好好的对话 那很多人会打电话来 那我自己在猜想 就是我同事们我们就有在分析说 比如说从网路上来的 或是email来的 可能感觉族群年轻一点 可是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的 可能会觉得 可能稍微年长一点点 那我猜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会看报纸 以及会看那个电视那个新闻的人 因为年轻人现在可能大概都不会看电视新闻了 那所以他们就会打电话来 可是我观察 因为我有跟我同事们讨论过 就是说的确来的时候很多人很有情绪 可是如果真的有机会 就是他发泄完情绪之后 愿意跟我们对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的不能够沟通的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媒体他的采取报道的方式 他一定会选择最极端的 那呈现也是一个最极化的方式 可是你说我是不是对好像这个社会的讨论没有信心 我自己没有那么的觉得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个讨论是存在的 那比如说 那个张主播他也就是质疑我们说 我们背后一定有常见人 一定会有那个 就是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觉得他会有这样的质疑 大概隐含着一个想法是觉得说 一定没有人支持我们 一定是大家都讨厌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募快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过去Face联盟那么久以来 我们大概每年的募款 刚好就可以支撑我们成立下去 然后我们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某种角度我会觉得说 好像那个支持就是说是有增加的 因为我们人增加了 可是那个募款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募到很多的款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有更多的 很好的就是很轻松 我们每一个活动都很节省 可是就是都刚好可以让我们 就是经营下去 那我也觉得就说 这就是表示说 台湾社会事实上在这个议题上面 是有展开的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 就是我们同事或是 我们理事长是张涓芬 我们那天我们就一起在 交换这个意见 担心我比较年轻的同事 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会不会有心情的欺负 然后我跟涓芬我们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们同样的问题 我们大概回应了 就是上百次 对都已经回应过了 已经有点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因为我们已经说实来 我们可能讲不出更新的东西来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不是费死联邦的成员 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人 他会可能跳出来 或是他可能会在脸书上面发言 然后你会觉得说 他们好像很清楚知道 这个讨论 死刑存费讨论应该怎么样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 我们其他社会是怎么样的反应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那是有进步的 那这个 就是友团或是友人 或者很多人会讲说 他可能不支持费死 可是有人会讲说 那这个时候关费死联盟什么事 然后是不是应该讨论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连这样的发言也都会有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有信心的 那这的确社会对这个议题的看法 是越来越开放 一部分是我想很多人努力在倡议 或者是在提供不同的看法跟观点 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是在过去的一些冤案救援当中 都告诉我们的确在法律上面 即使在什么精准的法律 净确的法律 他可能都会出现类似的一些相关的瑕疵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台南杀警案的这两位诚信嫌犯 事实上他有可能会不知不觉 或是莫名其妙 他可能被牵连在里头 那这当然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 多讨论他总是好的 我一直相信民主社会是要讨论的 所以当然也许一开始 我们会用一种二元对立的状况底下 来用非黑即白的选择 就是费死或不费死 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经验 来自我们先前生活的经验 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我们对资讯 到底有没有充分的理解 我自己的经验当中 当我提供更多的资讯 在课堂上面给同学的时候 同学对某些的议题的态度 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疑问 或者是会产生一些改变 或者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跟看法 那这也是 为什么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媒体他可以有立场 但是他不可以去 他的推论应该要是完整的 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是他提供的必须是要事实 媒体有立场 但是他应该要提供更多的事实 来让大家去做判断 那很可惜在这部分的表现 的确台湾的媒体是有 很多还要再去改进的一些空间 那当然也谈到 虽然社会大众会有一些 慢慢的理解这件事情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还是会有很多人 会直接的打电话到费死联盟 或者是对 会有一些在网路上面 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最常会听见的是 如果你的死的是你的家人 你还会费死吗 就是这种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其实真的很难回答 那因为有时候 个人在那个情境当中 会怎么决定 大概也很难做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甚至 他是不是可能是不需要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去回应这些 如果是你的家人 然后你还会费死吗 这样的一些疑问 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情被害人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情绪 可是在就是同情 或是想要同理 或者理解被害人的同时 或想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的同时 就是你可能也落入了一个 一个同样的状况 就是你也想把一些人变成被害人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实在的 的确我也回应过非常非常多次 那我可能每一次的答案不见得相同 可是我是真的很认真在想这件事情 就说没事我可能答案不同 可是我会 我并不是一个 就是就随便回答你 那我的确想过 如果是真的是我 非常亲近的人 成为一个受害者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 就是那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也讲过说 我可能真的也会在心里面 有时候你真的在某些事情 很生气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就讲说 我真的很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不会去做 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 每个人都有情绪 那可是我在我比较理性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我在用我的理性思考 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理性思考的这个我 那我会觉得说 每个人都有情绪的时候 你当然你可能只能就是陪伴着他的情绪 不能要求他如何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还是会希望说可能事情早一点存备 而不是就是说我会希望我理性的那个我的那个期待 是可以被实践的 这听起来没有什么道理 我听说没有什么好像听起来 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 好那个我可能还是不能够同理那个被害人家属这件事情 可是我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很生气的时候 你就是有一种 你也想要让别人成为被害者家属 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情绪是要很小心的 然后这个情绪是理性的社会大众 我们应该要去也是一样要去小心的 就是说当被害人家属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其他人不是被害者家属 我们不是应该更撑起一个空间 去理性的思考说台湾社会怎么做 会让这件事情减少会做得更好吗 那因此在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去撑起那个空间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被害者 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去避免他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死刑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过去谈很多状况 我们会说社会安全很重要 我们会谈说那个监索改革很重要 如何让复归社会的人可能不会再犯罪 以及我们如何的去尽量的去撑起 有可能每一个往下掉落的人 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彼此守护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理性上面我们会知道这个才有效 然后可是情绪上面我们可能以为死刑会有效 可是事实上它并不会有效的 所以有点啰嗦就是我讲说我可能在理性的时候 我会希望说全社会可以理性的去撑起那个空间 而且是为了被害者着想 或是为了避免任何一个人成为被害者 当然那些所谓的同理或者是某种的同情 我觉得在心里上面是必然的 那也是应该的 就是不管这个受害者你喜不喜欢他 他总是他的家属就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亲人 那这个是某种的关心关怀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回到一个社会的层面当中 我们不可能只有在一个难过的情绪 或这个愤怒的情绪当中去处理问题吗 他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这种理性的讨论 或是思考 才有办法的是在一个合理的状况底下 或是一个清楚的状况再去处理问题 那你刚刚也提到说 其实对你来讲或对捐分来讲 其实面对这些电话的批评 或是网路上面留言 你大概 我不能讲说习以为常 至少你们会知道怎么去应对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第一次 你刚刚开始接触到这样一种言论的时候 或这种咒骂的言论 或是威胁的言论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你会难过吗 还是会害怕 或是其实是无所谓 或是你曾经有被真正的被攻击过吗 我觉得这有点久了 所以我可能要很认真的回想 可是我印象当中 我觉得我第一次可能觉得 比较害怕的原因是 那时候是2006年 然后那一年就是台湾开始停滞实行执行 那为什么会停滞实行执行 是因为有一个执行犯 法务部长签的执行令 但最后并没有被执行 然后那时候就有很 就是媒体上面也是 就是大家就是讨论的很多 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觉得 有点害怕是因为 基本上我那时候还不是 FACE联盟执行长 然后我是退居在比较幕后 然后作为就是联盟 我是志工 但是我当然就是协调大家 可能我们做一些事情 然后那时候的电话是打到 打到就是我那时候工作的办公室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是一个很 就不像现在嘛 大家都知道我是FACE联盟执行长 所以打电话给我 实际上我的手机 我的相关讯息 很多人就都可能都会知道 那你知道我办公室在哪里 可是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的确是有一点紧张 你怎么会知道我 你怎么会找到我 这样一种害怕 对对对 因为你一定会很紧张 可是我记得我后来的很多情绪 都是来自于说 我不希望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而让我不能够往下继续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不想要让这个害怕 就是让我就是我的意思说 一定是恶意嘛 那我不想要让这个恶意去阻挡我 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恶意就成功了 那可是我也不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就是觉得说 那我只要勇敢就好 我只要不害怕就好 我自己觉得我会寻求协助 以及我会更谨慎小心 就是说每次到了一个 社会上面纷纷攘攘的时候 然后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或者是死刑被执行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那我的感受就是 社会上有一群比较脆弱的人 他很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挑动 他可能看到那个时候 他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或者是 就是我觉得这些比较脆弱的人 他们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不希望自己成为 那个破口 或是让他们 就是造成了一个不可 不可弥补的憾事 所以我说我会很谨慎小心 是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人身安全 包括我的 就是四周的状况什么的 我觉得我跟我的同事们 我们自己都会小心注意 然后保护自己 那所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天真浪漫的说 你要勇敢 然后你要坚强就可以的 那对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难免有时候会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实在的 我并不太去看媒体下面的留言 就是这当然是有点可惜 就是说有时候很多留言 你会看到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好的对话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的 那如果你一直沉溺在那些留言下面的话 我觉得你会影响你的情绪 那你也不能够好好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留言给我 我基本上我很抱歉 我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那我觉得之前 前一波我觉得我们自己 比较心疼的一件事情 就是王幸福案 那时候王幸福救援大队上面 因为我们发表了 就是捐分的全文 然后我们也转到Face联盟 然后开始有人会去攻击王幸福 然后我说实在 我看到了那个王幸福的家人 他们很努力的在这上面回应 那当然我们也是 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觉得你们很棒 然后他们也尽量的做了回应 而且就是不背不坑的 就是好好的把事实力说清楚 可是在那个当下真的 来留言的人 可能他没有要听他们说 那我就说你们可能 可以先休息 因为你们已经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好 非常勇敢的人了 那你们先休息 那我觉得媒体 或者网络上面 可能并不在当下 可以好好讨论 可是我也提醒他们 就是说我们前几波 我们在针对王幸福冤案 做讨论的时候 实际上来了很多人是 就是支持的 或是想要理解的 友善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怎么讲 就是什么样的新闻 引导到这个议题上面 它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前一波 可能我觉得是 比较愿意理解的人 所以他们感受到 就是社会大众是愿意支持的 那这一波可能是因为 死刑存废 或者是杀井汉 或者是对着 Face联盟的怒气而来的 那这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交换意见 我就说那我们 就是不要急着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 我们要说明清楚 那当然王幸福案 有很多的讯息 虽然我说 不急着在这个时候 说明清楚 可是我也还是有看到 很多人会觉得说 有点莫名其妙 或是真的在这个时刻 就去稍微觉得 那个媒体很夸张 所以有人愿意去看一下 那开始就是理解 我想讲一个经验 就是我前两天我去出差 然后住在一个青年旅馆里面 然后就是因为前一阵子 实在太 这个Face联盟 实在太 这个议题太夯了 然后就遇到 有那边住宿的人 也有那个 那个青年旅社的 那个老板这样子 就被认出来了 就被认出来了 对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 他后来告诉我 说他说他没有支持 或反对Face 因为他觉得这一题太难了 可是他说 他那时候想的事情是说 到底那个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他有一点想象不到 以及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变成是我们的责任 他也有点想象不到 他觉得那个源头这件事情 不是应该是政府 或这个社会应该要 要一起想的吗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 那时候他看到郑洁案的时候 他很想知道郑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郑洁为什么要犯罪 可是后来就很快被执行 对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 那个他之前也关注 那个苏建和案 然后他会觉得说 不管如何苏建和这三个人的年轻 20多年的青春就这样子没了 所以他就说对他来讲 他觉得至少不能错杀人 不能有冤案是一个最低的底线 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他是说 我想问你问题 我想跟你聊聊 可是最后事实上都是他在讲 那我从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可能没有在脸书上面奋战 或是没有在网络上面 可是他们的确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了思考 那你现在知道说我们资讯很多 有时候你就觉得资讯太多 有很多可能是不正确的资讯 假的资讯 可是你也看到说 好像因为资讯很多 你很容易获得这个资讯 也是很多人 他可能真的就在那上面 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资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从这里来讲 我自己会是觉得蛮遭受到鼓舞的 那当然比如说打电话来 我不希望我这样子讲 可能会更多人召唤更多人打电话来 因为说实在我们办公室电话只有两线 那打满了就是两线 我们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那或者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到了晚上的时候 电话周末的时候电话还一直响 对不是我们不接你电话 而是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也有上下班的时间 对那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接 可是我会觉得 就是那个接电话的那个过程 我本来有问我的同事 因为我有一些同事 有一半的同事是比较新的同事 我会问他们说 他们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或不想接电话 也可以不要接 那可以给我 或是我们如果他觉得无法回应 也可以给我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的同事 反而在这个接电话的过程当中 生出了勇气来 因为他们开始说 他们好像比较知道说 如何的跟大家做对应 然后也不全然的都是恶意的电话 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会稍微改变 那当然也有些人就是真的打电话来 就是真的想要发泄他的脾气 那我有个同事很可爱 他就问他说 你是想来骂我 还是想要听我讲话 然后他说如果 如果说他说打掉来骂你 他说那没关系你就骂 骂完了他就把电话挂掉了 也很省时间 他说如果是你要真的想要来听我的话 那你可不可以你讲完之后 也可以让我有时间可以回应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我有同事 我自己是真的比较有点心疼他的原因 是在于说很多人就会说你不是被害者家属 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 或者是有些人会说你也不是警察 你也不是警察家属 你可能不能理解 可是我真的有一个同事 他的爸爸是警察 然后我看到他就是从 他有时候会很懊悔 就是说他说有时候他是接完电话之后 他才想到说如何的回应 可是他现在越来越知道如何的跟别人回应 可是我那时候看到他就要讲出说 可是我的爸爸也是警察的时候 我是真的为他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们好像要以一个资格论 你要有这个资格才能够讲什么话 可是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个社会的进步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放着被害人 自己为自己的权利着想 我们不能放任着 让警察为他们自己的权利着想 我们不能为弱势 我们不能说因为你是弱势 只有弱势可以为自己发生 我可以说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些人 自己为自己奋斗 我可以说我们是一整个社会 那我们当然可以为别人 多做出一点的贡献 因为所有的人权议题都不会 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会是大家支持的 那这真的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 所以我每次我都会讲说 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对立的两面 或许我们支持废除死刑 你们支持死刑是不同的 可是对于社会想要变得更好这件事情 我们是有同样的这个目标的 所以不要真的很轻易的 在这个社会当中把别人当成别人 就是就是是你跟是我 那对我来讲真的是我们 我们如何的行作这个社会 以及我们如何的一起努力 那我自己感受到我的同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确最辛苦 因为说实在是电话 基本上不会是我接的电话 那有时候我看到他们 手上有很急的工作 可是还是要好好认真的回应 那甚至有人接电话 接了30分钟 然后认真的就是跟他们讲 那我都会觉得说 我很为我的同事们觉得骄傲 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打电话来的人 是有意愿就是跟我们做意见的这个交换的 这其实很不容易啦 就是你要讲电话讲30分钟 然后这30分钟 可能都要骂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其实并不是一件 很容易在情绪上面 或是在理智上面 你可以去接受的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都会觉得出来混的都是要还 就是我们既然从事的这个社会运动 我们既然要做这个倡议 那本来就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当中的不同意见 我们也没有办法期待说 每个人跟你对不同意见的人 他都会跟你好言 然后跟你和善的去讨论 那我觉得这有时候 是我们必须要背负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倡议者 或者是某种程度改革者 那这个社会 你本来就是要面对社会不同的意见 反而我们自己不要陷入在那个情绪当中 自己不要随着那个情绪走 那个才很重要 不过说起来是容易啊 但是其实做起来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领域当中 也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意见 或是各式各样的批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倡议者或是一个社会运动者 你可能得要去 去要有的一种素质吧 或者是某种 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历练的一种心脏的强度吧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待会还要再请教心仪 就是社会运动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投入费死运动 那投入费死运动会有挫折吗 或是会想要不玩了吗 或者是想要离开吗 那很多人会关心的是 你们只有关心这些所谓的加害者的人权 那被害者的人权 你们会关心吗 你们常常会去探视这些死刑犯 或是被判认为是冤狱的人 可是你们会去探视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提醒你做接下来的讨论 好 好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為甚麼會選擇在監察院的門口 舉辦記者會 那原因是因為最高檢的迴函 就給了我們的白紙黑字的說明 就是他們真的把這些關鍵的錄音帶給弄丟了 那到底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誰弄丟了這個錄音帶 因為執行案件的所有的相關卷中資料 是要永久保存的 可是到底是誰犯下了這個錯誤 那因此等一下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們會進去監察院裡面 要求監察委員做出調查 那王幸福目前他在台南看守所 他現在已經將近70歲了 他已經蒙受冤屈32年 已經在關押15年超過15年 是目前最年長的死刑犯 但我們也要強調的是最高檢在2016年公布的 死刑確定案件的這個審查要點 那它本來是一個綜合性的審查 就是它的要點裡面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事實認定上面的問題 可以來要求審查 如果你有法律程序上面的問題 也可以來要求審查 那我們就依照這個要點提出了審查的這個申請 沒有想到我們收到的公文非常荒謬 我們收到的公文是最高檢這個公文的主旨是說 你們要求的非常上述我們欠然戰略 但我們根本就不是其實非常上述 所以這是一個牛頭不對馬點的一個回合 那我們收到這個公文真的感覺到非常憤怒 因為我們覺得那最高檢所提出的這個審查要點 根本就是在打假的 它假裝提出了一個綜合性審查的可能 是這個既有的現在定驗的案件 既有的申訴管道之外一個新的管道 可是當我們遵循這個新的管道去的時候 它完全當作是一個非常上述的案件來處理 那這個案件實在讓我們沒有辦法出氣的 王幸福這個案件不管證據上面非常薄弱 然後它在這個程序上面 它大量的使用這些當初的警循體錄 當初是1990年就30年之前 那這些警循體錄都沒有經過對此結論 所以這些證據根本就是非常薄弱 是根本沒有證據能力的 這個法院給王幸福的判決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被各位信服的 是沒辦法罪服我們的 法院對於我們要求說我們要調取相關的錄音帶 他不給我們調取 我們要結問相關的關鍵證人 我們有沒有機會結問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法院可以讓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些相關的事實跟調查有利的證據 跟檢視不利的證據 可是我們都沒有任何的機會 去調查有利證據跟不利證據 那法院在不給我們這樣的機會的狀況下 他自己用了一個很爛的故事 判決王幸福死期 那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他從外觀上只告訴我們說 當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人發生的爭執 發生的爭執之後呢 有人開槍 有人去拿槍 他拿了槍以後人就跑了 那都看起來跟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合理的故事 可是這個故事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故事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法院給我們的認定是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王幸福就叫李慶林去外面拿槍 事情還沒有發生 為什麼要出去外面拿槍 法院告訴我們說這把槍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槍真的拿回來了 到了現場之後呢 事實上的發生 就好像王幸福可以預知到將來會發生事情一樣 他就把這個槍交給了在場的陳隆傑 要求陳隆傑開槍 可是陳隆傑不是他的小弟 陳隆傑根本不歸他管 一個不歸他管的人 你叫他開槍打兩個警察 他就打兩個警察 這麼乖 完全沒有關聯性的人 他為什麼要聽王幸福的話 那在整開完槍之後 陳隆傑就跑掉了 那後面誰去照顧陳隆傑 是李慶林 在這樣的狀況下 王幸福他是要求開槍的人 他是指示開槍的人 可是在事後發生之後 好像不干他的事一樣 他也不會再接觸陳隆傑 也沒有再去照顧連陳隆傑 相關煙滅罪證的動作 也不是王幸福做的 法院給我們的故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很奇怪 很莫名其妙的爛故事 法院用這個爛故事判處了王幸福死刑 我們到這邊 我們希望監察院能夠進行後續的協助 我們希望這個案子有再開的機會 我們希望能夠取得相關的證據 我們希望能夠結問相關的證人 透過這樣子的程序 我們希望法院給我們一個 合乎邏輯 合乎證據的判決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 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生意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去看到更多的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 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你的捐低的捐款 不管是大或者是小 都是讓我們能夠持續往前的力量 也可以讓我們做更多更好的 更深度的一些報導跟訪談 讓我們可以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非常謝謝林欣宜 在我們節目當中來跟我們談 他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欣宜你好 你好 欣宜是FACE聯盟的執行長 我相信很多人常常在媒體上面 就會看到有關他的被發言 或是有關看到他的一些 可能也不是他主動要去發表意見 或者是看到他被攻擊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我們剛剛在前面也提到說 要從事社會運動 他其實得不是只有理念 他的這個情緒 他的情緒的管理跟控制好了 他的這種面對社會的攻擊 這件事情 因為本來就是要去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他得要很強的這樣的一個能量 或是很強的心臟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坦白說這社會運動有千百種 那為什麼你會去投入FACE的運動 難道你到做FACE運動會有這麼大的 這種艱難嗎 那什麼時候你開始從事社會運動的呢 我自己念的是社會學 然後可是我大學畢業事實上 我在大學跟大學畢業事實上 我並沒有投入所謂的社會運動 我不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很早就開始思考社會的問題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做了一年的社工 因為早期的時候事實上 我念的修的學分 我還可以擔任一個社工的工作 所以我做了一年的社工 然後那時候做社工 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好像自己 並沒有做受購足夠的訓練 所以我有點擔心 然後那時候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在找人 他們想要為他們的司法改革雜誌找一個編輯 我就去應徵了這個工作 那他們想要的是說 因為都是法律人嘛 所以希望找一個可能不是法律人 然後可能可以再說白話 就是跟社會大眾溝通 所以我就去面試 然後就應徵上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也不是第一個被選上了 就是因為我前面有一個人 他就是後來決定不要去司改會工作 所以我才會很幸運的 很幸運的安排人做 對 進入了司改會 那我記得那時候是1999年的暑假 然後我的同事他就帶著我去 他就給我看一些資料 然後帶著我去見蘇建和劉炳朗莊 去他們三個人 所以對我來講我的死刑的開始是 從三個死刑冤案開始的 然後後來我也講過幾次這個故事 就是說後來2000年那時候 台灣政黨人體就說台灣要逐步朝向被除辭刑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死刑的冤案叫魯正 然後他到司改會來澄清 可是卻在那一年事實上是今天 他在2000年的今天晚上他被執行死刑 然後我那時候是真的非常震撼 是因為你第一次知道說 真的如果有一個人被錯判了 被錯判死刑的話 他被執行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回復的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我覺得 盧政的這案件讓我從一個旁觀者變成行動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後來遇到了徐志強案 然後你也知道比如說在很多死刑的冤案上面 不管是鄭信澤或者是謝志宏 或是我們在救援的王幸福 這過程當中我都一直有參與 不管我在哪一個工作上面 不管我在司改會或是在費子或是擔任志工 我都一直參與到現在 那可是我會覺得這過程當中有很多的改變 很多改變是說我們開始就是成立費子聯盟 所以不會只有此刑的冤案 那我們必須要看見真正的此刑犯 或是他不是冤枉的這個加害者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我說費子聯盟最早是一個志工平台 我們是2007年才開始有全職的工作人員 那時候我擔任第一個全職工作人員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比如說去看他們 然後去跟他們寫信 然後有一些互動 我必須要講說我可能是 全台灣可能看過最多死刑犯 或是跟他們有互動的人 那我覺得跟我的想像不太一樣 就跟我想像不太一樣是說 很多人都只有在案發的當下認識他們 就是說看到媒體的報導 然後看到那個很可怕的罪行 然後就這樣子的 所以你當然會很害怕 你會覺得說如果我沒有把他 永久與世隔離那怎麼辦 他會不會繼續這麼可怕的出來 可是我的經驗正好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真的就去見他們 不管是過去可能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密切 但現在可能因為我們辦公室人多了 所以我們的接觸可能是比較密切的 然後也包含就是說 因為2000年開始有廢除死刑的政策 所以的確不像過去 在蘇建和或許志強那個年代 他們可能一被判 一被判死刑之後 可能一兩個禮拜他們就會被執行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台灣的死刑冤案的 黑數可能還很多 被發掘的可能是少數 可是一定有更多的那個黑數 因為他們很快就執行了 可能就沒有辦法平反他們了 那到現在的確很多的死刑犯 目前我們有38個死刑犯 他們從被關押一直到現在 可能在裡面已經待了10年15年20年了 那我覺得就正好是這個 這麼久沒有被執行 正好就打臉的當時下判決的法官 因為法官就會在判決的當下 他會說這個人就是很可惡 然後人神共憤 罪無可患 有永久與世隔絕是必要 這些都是在判決書上面 過去他會用的一些形容詞 那就被判了死刑 可是從我接觸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是會改變的 他們已經不再是 過去犯罪當下的他們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講 我覺得人是有改變的可能性的 那你用一個死刑 你就剝奪了他們 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解決 問題的方式 可是你就去沒有去思考說 我如何就是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犯罪 對 然後什麼原因造成這個犯罪 你要知道原因你才能夠預防 然後你會知道說 如何的可以改變他 你才知道說 因為說實在的大部分人 是都應該要 在監獄裡面的人 大部分是要回歸社會的 38個死刑犯只是少數 可是我們有六七萬的受刑人 因此如何的幫助這些人 回歸社會這件事情 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這才是很重要的源頭 可是剛才我們講到了很多就是說 一般社會大眾可能會有情緒 可能會覺得害怕 覺得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我覺得可能是害怕情緒在前面 那可能無法理性思考 可是我期待的事情是 我的政府 這些高官他們並不是不應該用情緒來 來想政策啊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是有能力的人 他們是有資源的人 他們是可以做研究的人 他們是可以改變的人 所以他們不應該跟著一般人民一樣 用很情緒的方式來面對這件事情 我期待的是你要可能拿出實證研究來 拿出解決方法來 告訴我們什麼樣是一個對台灣更好的政策 可是你從過去來講 你會對他們的表現非常的失望啊 因為反而在這個時候 他們不能夠好好的把問題講清楚 我印象當中 今年我們五月份不是有兩公約的國際審查嗎 那來了很多的國際專家 那其中那個一個兩公約審查的一個主席 就是Novac教授 他是奧地利人 他就說在奧地利 他們那時候廢除死刑的時候 跟台灣很像 就是說一般人民可能也不是那麼的支持 因為不是很了解 可是那時候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一個廢除死刑的政策 他們用一個就是替代方案 廢除死刑的政策 好好的跟大家講清楚說 我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此他就是一個很好的公眾教育 就是說你要拿出一個好的政策 來跟民眾對話 他就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而不像我們現在可能 遇到了國際審查 遇到國際專家就說 我們有廢除死刑的政策 因為我們簽署了公約 可是遇到了可能比較爭議的時候 你就躲回去就講說 我們還有死刑 我們要執行死刑 蔡清祥講說他現在沒有執行死刑 只是因為他沒辦法執行而已 那我會覺得這個過程沒有辦法造成好的討論 尤其是政府應該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民間團體當然是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剛才你講的很對 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不會埋怨說我被罵或如何 這本來是我應該要承擔的 可是我都會覺得說 那回過頭來你罵我們也很OK 可是要不要去問問看 有資源有能力有責任的這個政府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去把政策做好 或者是引導這個討論 讓大家可以更安心 而不是一個很隨便很輕浮的發言 然後可能就會引發很多的效應 然後大家就急著出來表態 可是就忘了說 我們的國際公約的簽署 事實上是不分政黨的立委 都接受的事情才會通過嗎 那我們也都已經做了三次的國際審查了 那說實在我們也有一些 就是也有一些討論 有一些方案 那為什麼不試著討論清楚呢 當然我知道就是說 比如說在議題的很激情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好好的說明 可是是不是可以不要亂發言 是不是可以講對的事情 那是不是可能在平常的時候 是可以把該做的事情給做到 那我真的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的確就是一個社會發生重大事件 會有情緒會有難過會有憤怒 我覺得都很正常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陷入到 那樣的一個憤怒難過的情緒當中 特別是我們剛剛談到倡議者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跟社會去溝通 那你也跟著大家一種情緒上面沸騰 我覺得那個溝通是很困難 那另外就是剛剛談到政府 政府其實應該是一個穩定的力量 就當人民情緒沸騰的時候 你不出來穩定 你不去讓大家好好的冷靜 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順著人民的 這樣的一種情緒去走的政府 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政府 它事實上沒有辦法好好的 穩住這個社會 那反而會造成這個社會是更亂 甚至彼此之間的打法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或是過去的也是類似的狀況 就是當政府遇到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不進來會好好的跟你溝通 他反而會有時候會活過頭來 去攻擊不同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這個溝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問題 這個是應該好好的要去 一些檢討 那剛剛也提到一件事情 你提到說你其實 你可能是看過台灣最多死刑犯的人 那你去看這些死刑犯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冤獄 或者他可能是罪證最早都有可能 可是當你去面對他的時候 你可能是面對的是一個 可能即將要被 這個猝死的人 或他可能一直陷入在一個 我覺得很不甘願 或是一種情緒的狀況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幹這件事情 那你會面對這些人呢 或者他可能會有給你很多的請求 或者很多的期待 希望你可以救救他們 可以為他們聲援 你去看這些人 探視也好 陪伴也好 會有壓力嗎 他們在這些探視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會跟你講些什麼內容呢 我覺得我把他們當成一般人來對待 我的意思是說過去他們可能並不會 說實在我必須要講 就是裡面大部分很多人是弱勢的人 我們在過去在調查或是事實上到現在都是 有些人事實上是不識字的 那在裡面他可能開始認識一些字 說他實質能力是很低的 那他教育程度可能也不高 這占蠻大的比例的 那可是我把他們當成一般人來看 所以他們不合理的講法 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要求 我一定也會跟他們講說 我覺得這樣不對 我不可能幫你 那可是有時候他們的一些 就他們講對的事情 我也會鼓勵他們 他們想要學習 我們會鼓勵他們 那比如說 他們想要看書 我的同事就會想說 好那我們來問問看大家有什麼書 我們就想辦法把書寄進去給他們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般人 那前一陣子我遇到一個同學 我們都叫他同學 我們叫死刑犯同學 事實上在監索裡面 他們彼此互相稱呼 彼此是同學 就叫同學 然後我第一次比較正式的 去聽他的人生的故事 他大概就是真的從小 就是可能進出少年感化院 看守所 監獄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過去真的沒有遇到有人好好的跟他 跟他講說他做錯了 然後他進去裡面遇到的人都是犯錯的人 然後出來外面沒有人 就是他就是有一個標籤的人 所以很難找到工作 然後又再遇到 就又再跟那些人混在一起 所以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他就說那個 大概 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會跟他講實話 你是錯的 你不應該這樣 你怎樣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一件事情 是說 真的就是 如果我們早一點 就是我必須要講說的確是有進步 不管我們的遇症或如何 我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我不會說都不好 我不會講說我們的監獄都不好 可是一定有更可以改善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說如果他更早的時候 他遇到了真的可以幫助他的人 真的讓他理解他自己到底犯錯的人 他會最後成為那個死刑犯嗎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有些人真的改變很大 會讓我嚇到 那有些人他的改變可能不那麼的大 就是可能他還有他很多的那個狀況 可是基本上他們真的已經不是那個 過去犯罪當下的那個人了 那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是有一點鼓舞我的 就是對我來講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信心 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可能是對的 然後我們好像再多一點的努力 我們好像就可以達到更好 就是不要只是用殺人來解決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些壞人們 這些犯錯的人 他們可能當然有些人是因為 情殺仇殺財殺或是氣憤 可能失手殺了人 那可是的確有些人 他可能是用這種暴力犯罪來解決事情 那我就想說他們就是錯誤的 那我們的政府為什麼要用同樣的邏輯 來做同樣的事情呢 我們指責他們不對 可是我們好像也在做同樣的 重複同樣的事情 就是用一個暴力犯罪 或是用一個殺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都心知肚明 可能一般民眾有情緒覺得 我就是要報復 可是作為FACE聯盟或是作為政府的官員 我們心知肚明說這就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的時候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容許它繼續的存在呢 那當然我覺得那個改變 有些改變很快 有些改變很微小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需要時間改變 以及你需要投注資源 就是我覺得我們政府的財政花在什麼地方 如果你願意多針對預證 你可能多做足預計的投入 然後或者你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我們去監索 我們也看到不只是受刑人 我自己會覺得監索管理人員也是一個辛苦的工作 他們也是一個壓力非常大的工作 你可以想像他們就要跟這些人在一起 那我當然也會覺得 有時候看到監索爆發出來的一些問題 我會覺得很生氣 我會覺得說他們為什麼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前一陣子之前我們也訪 就是我們做公民審議的時候 我們也跟監索的人員對話過 那你會覺得說 他們也會說我們只關注加害人的人權 都不關注其他的人權 我就說對我來講 我覺得監索管理人員的人權 跟加害者的人權是同等重要的 也是有關心的 對 因為如果監索的這些管理人員的人權 它可能沒有與時俱進的話 我聽說你怎麼可以期待他們說 他們在一個那麼辛苦的工作環境之下 你怎麼能夠期待說他們可以有長出好的能力 去好好的做教化的工作 或是對待這些受刑人 所以我會覺得 我反而會覺得說在前一拖討論的時候 我就會很希望說把光環或把焦點都放在監索改革上面 有很多監索改革的團體他們很認真 或是監索管理人員他們很認真 可是沒有被看到 那甚至很快的就會被誤解 然後或者是覺得把他們找出來說 你們就要負責 因為外衣監怎麼樣 所以你們就要負責任 那或者是說我覺得最基層的人是最辛苦的 那可是可能他們的長官就是 我覺得不見得能夠理解最基層的那個辛苦 那一樣的警察的部分 那時候我也是覺得說 好像很快的我們又要轉移焦點了 可是過去我們也發生一些案件 我們開始好像把焦點關注到說 那個警察的人權他們可不可以組工會 他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設備跟訓練 那這個討論好像又偏移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為他事情的面向也很廣 不過剛剛你也提到說 監索的人員會質疑你說 你們都關心的是這個加害者的家屬 我想這也是一個普遍社會大眾所關注的 或是也是這樣子一個認為 那但是你也提到說 你是去關注去看視最多死刑犯的 你可能是探視最多死刑犯的人 但是我想要問你 那你曾經去探視過 或者去看這些關心過這些被害者的家屬嗎 那有去嗎 或是為什麼沒有去 或是為什麼有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會想要去嗎 那如果你去的話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人呢 對我來想我覺得 我是Face聯盟執行長 那我覺得很多被害者家屬 對我們是非常有情緒的 那我如果很多人之前就講說 我們怎麼沒有去怎麼樣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那個媒體會怎麼操作 那是一個在他們情緒非常難過的時候 然後他們想像的Face聯盟執行長或是Face聯盟 是反對他們的 是站在他們對立面的人 然後這樣的一個人走到他們面前去 我聽說這有什麼好處 我聽說只會讓他們更難過而已 也不會讓我有機會可以好好的說明 或者他們在這個時候也並不是要我去說明 我為什麼支持Face聯盟執行 我聽說這時候是這個動作 是不是他們需要的 那可是媒體可能都會很想要說 之前有人講說你為什麼不去 什麼去領堂幹嘛或幹嘛的 但我真的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 如果你真的要關心的話 並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尤其是我的身份注定的 就是我做任何的事情 對被害者家屬都是一個壓力 嗯 那 這是也會讓我們很高興的 對 甚至是這樣 所以我不覺得我需要在這裡思考這件事情 可是我也必須要說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在很早的時候 我們從2003年成立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理解到被害人這個議題了 那我們Face聯盟立場是 不管你支持或反對 或是不管台灣會不會廢除此行 我們是支持犯罪被害人保護的 相關的措施的 那只是我們是Face聯盟 我們大概不可能站在最後 最前面那一線 或是我作為 如果我是社工的話 我大概也很難說 我一邊幫我幫助這個 兩邊 就是說 例如家暴案件 你不可能說做家暴被害者 同時又做家暴加害人 你不太可能同一個組織做同樣的事情 或者是比如律師一樣 律師你也有倫理守則 你不可能同時接 加害者又接被害人的這個案件 那所以以Face聯盟來說 我們大概很難去做第一線的這個關懷 可是我當然很期待有被害者團體 他們可以好好的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但是Face聯盟我們在過去 我們一開始我們就有關注到 就是犯罪被害者的研究 那我相信即便再討厭我們 我相信有一些犯罪被害人團體 他們都知道說Face聯盟在這方面 包括研究 包括跟國外情意 然後包括提出一些方案來 那我們真的 我會講說我們做的可能不會比 某一些說他支持犯罪被害者保護的人 做的還少 我不能講說我們做的最多 只是說可能他要換一個不同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那對所以當然我也很難講的非常多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都以為為的倡議或是所謂的事情 就是要在媒體前面做 然後你可能就要有一個很情緒 很高昂的那種方式 好像很戲劇性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真的好好的把研究工作做好 然後如果有犯罪被害者 想要我們去對話 那就是私底下的 我的意思說我不可能把它做成一個新聞 或者我不可能公告 那包括我們之前也曾經做過一些訪談 那我們都會說你們放心 就是這就是有隱私的 這就是你們可以就是放心的告訴我們 你們想講的話 我們也會忠實的把你們的話呈現 那你想要在這個訪談過程中談你多討厭費死 我們都很OK 我們願意呈現如果你想講的話 可是你重點是你要先尊重他們 那你要以他們就是以他們為主體 而不是以我們就是為了要推動費死而來做犯罪被害人 所以這對我來講我覺得這是 它是一件事情 它也是兩件事情 那即便我不是費死聯盟的執行長 我也一定支持犯罪被害人保護 以及我一定會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也會願意盡一點自己的心力 可是這的確不是我現在主要的工作 那我也不想要造成犯罪被害人家屬的壓力 對 費死要面對的這個問題事實上是非常複雜 就是我們剛剛一路看下來 它其實不單是一個民意 它其實也是一個政策 那我覺得它更深層的可能是一個文化跟價值的一些問題 那這樣非常非常的艱難的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我最後想要請教心意 就是你曾經想要放棄嗎 那想要放棄做這些倡議的工作嗎 那如果你不想放棄的話 又為什麼呢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也成長很多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說我原來是一個志工 那後來我成為全職的工作者 那費除此行事 我非常非常想要達成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甚至曾經講過 就是我希望我如果我死後 就是我的木志明上面 我希望寫說 這個人曾經對台灣的費除此行運動 有一定的貢獻 那我覺得 當然是我剛才解釋的 我可能因為見到了個案 然後見到了這些人 然後看到了他們的改變 我覺得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跟鼓舞 那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要放棄過 那當然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費死聯盟 我們也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我說不同的改變是說 我們最開始我們可能真的只是 比較了解國外的狀況 可是還開始我們做國內的研究 然後我們從政策的倡議 開始做教育的工作 對話的工作 然後開始做個案的工作 然後我們在做個案的工作 或是教育的工作 我們又有很多不同新的方式跟模式 然後我們接觸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支持你的或反對你的人 然後我覺得他們給你的這個回饋 都讓我相信說 我覺得台灣是可以走向廢除此行 以及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真的覺得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然後我也有 我或許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那我可能過去我可能會希望很快 我以為會很快 所以唯一被騙的 唯一被騙的可能是這個吧 就我以為很快會達成 我從來覺得社會運動都是慢的 我從來覺得改變是慢的 這改變是慢的 就是我覺得對我們自己這種做倡議者 心情會好一點啊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這個很多東西都太快改變 這個社會沒有準備好 它恐怕也是另外一種災難 沒錯 所以我當時覺得我好像很快 希望很快可以達成 所以我可以早一點退休 但我現在知道不行啊 可是即便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過程 在每一次的對話 比如說我之前我有講過 我們做公民審議 然後我們做民意調查 我們辦了很多的 Face星期四的活動 我們辦了很多的影展 然後到全台灣各地去走透透 然後甚至我們去出差 住青年旅館 都有人來跟你談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些都是鼓舞 所以媒體它或許是 我覺得或許這是我們的差別 就是說一般的媒體 它可能傾向於放大那些極端的意見 或是對立的 它覺得這個是會有賣點的 可是我可能會放大那個願意對話 那個善意 然後願意溝通 但我不是那種天真說 好 那個就沒有問題 很多人支持我們 並不是這樣的 可是你是真的看到那個改變 是漸漸漸漸的在發生的 所以我沒有想要放棄過 甚至我覺得就算是我可能更老了 我可能不能繼續工作 我都可以用志工的方式 就是我希望可以看著台灣 就是真的走到那一步 廢除死刑的那一天 這真的是一件艱難的事情 我覺得不只是殺戮的艱難 全分的輸 就是在倡議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艱難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從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 或是是一個倡議者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樂觀的心情是一個最基本的 然後維持某種情緒上面的沉穩 或是減少情緒的干擾 我覺得那也是很基本 但其實這兩個很難的 我想要再補充一點 就是我覺得我最近看到很多 NGO團體 社運團體 我覺得做得不錯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開始意識到工作人員 他們可能也需要被照顧 我們或許都可以廣泛地稱為助人者的工作 雖然有些人可能覺得貝奇聯盟沒有在助人 可是的確很多的工作都是一個助人者的工作 然後大家都有注意到這些工作人員的情緒 他們可能作為一個助人者 可是他們也有很多的壓力 然後開始會提供一些 包括心理支持的一個計劃 然後包括大家可能譬如說自己會有團度 自己會有對話 過去可能比較是社工社服團體可能會這樣做 可是現在漸漸有很多的 就是倡議型的NGO開始這樣做 那我也會覺得說我們的 就是社運的這個環境是有在進步當中的 所以我會還蠻希望就是說 我如果你或許你不支持貝奇聯盟 可是你可能支持不曉得冤獄的議題 或者是司法改革的議題 或者是人權的議題 或者是其他的媒體改革的議題 因為我覺得最近很多人就會說 好像媒體改革跟教育是最重要的 那我非常的認同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打造一個比較好的媒體環境 可以為教育改革做一點心力的話 可能都還是會回饋到我們的倡議行動上面 所以我現在真的覺得你們的工作非常重要 以前就覺得了 但現在更是非常的感同身受 好那我想最後就是不管是不是貝奇 我覺得民主社會本來每個人都有他的立場 跟價值的選擇或是政策的支持的方向 我覺得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是說回頭我們剛剛在前面討論是 如果我們要解決問題 那要面對的可能不是貝奇聯盟 要出來面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得要出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要好好的去討論 好好的去思考 因為這些傷害的發生都有可能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它是每一個人的問題 不是只有這些加害者或是被害者 或者是這些倡議者的問題 那非常謝謝欣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